介绍一件寿山石老岭黄霜龙茶壶 尺寸长172毫米,宽92毫米,高72毫米,重量590公克 寿山石有很多种 分别有田坑、水坑和山坑三个类型 其中老岭石有老岭黄、老岭青、老岭晶、老岭通等 属于山坑型的寿山石 寿山石老岭黄也被称为流岭石 它产于寿山乡的北端流岭的深山中 自宋代起就大量开采流岭石进行雕刻 老岭黄的特征包括其坚固、寒沙、不透明的质地 老岭黄的颜色多为淡黄色或黄色 这种石材有它特殊的使用领域 由于实质坚硬、不易刻画 因此它不像其他寿山石材那样受到雕刻家的喜爱 然而它的独特的黄色条和坚固的质地 使得老岭黄成为特定艺术作品或收藏品的制作 这款双龙造型茶壶就是此种材质创新的表达方式 当谈到龙形茶壶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龙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龙是权力和皇室的象征 代表着富裕、勇气和智慧 在茶壶上雕刻龙不仅增加了茶壶的美观性 也赋予了茶壶深厚的文化内涵 如果寿山石被用来制作龙形茶壶 可以预期它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寿山石的颜色与质地会使龙的形象更加生动 而茶壶本身的功能性也使得它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 还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本款双龙造型茶壶有一个长条形的身体作为茶壶的主体 有龙手和龙尾的装饰 并且有细节刻画出龙鳞和龙角 中端盖子雕刻成一个小型龙手 与前端大龙手相互回应形成一个母子双龙的造型 龙尾模拟成为茶壶的把手 前端大龙手设计流口 以方便使用其艺术性和手工性极强 这也是茶壶最吸引人的地方 整体来说 这种双龙造型茶壶集合了功能性和装饰性于一身的艺术品 保证用天然寿山石老领皇手工雕刻制成的孤品 其不仅用于泡茶 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同样重要 今年2024是金龙年 能够收藏此独一无二的双龙茶壶也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情